黄薇妮和冯爽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沉默了半天的月成天 突然站起身来 走到播放器前看了又看了 良久她说道 现在可以肯定的有两件事 第一 我们的计划泄露 被马拉松社知道了 第二 有人故意替换了我们的音乐光盘 造成了整个演出的失败 林语妍皱起眉头 会不会有内奸 嗯 有这个可能 杜明飞说 但其实我们整个过程的保密工作也并不严谨 不排除对手来这么一处 给我们造成有内奸的假象 冯爽和欧阳霄都有些愤怒 好生的心机啊 这些其实都是策略 在战国策里面就有 黄威妮拿出一个笔记本 认真地在上面分析起来 望着杜明飞和月成天诧异的目光 她自豪地扬起下巴 我天天听你们说战国策 所以自己回家突击看了这本书 不行吗 当然可以 杜明飞赶紧点头 你好厉害啊 黄威妮笑了笑 开始了她的分析 我们之中到底有没有内奸 没有内奸 对手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离剑五目内部 战国策烟策中记载 赵国想要攻打烟国 此时有一位谋士苏代 向赵王讲了个故事 河棒正张着壳晒太阳 玉鸟伸嘴去除河棒的肉 河棒连马把磕合上 紧紧地牵住了玉鸟的嘴 玉鸟就说 今天不下雨 明天不下雨 你就会渴死 河棒也对玉说 今天不放开你 明天不放开你 你就会饿死 双方互相僵持 谁也不肯放 最后渔夫看到了 就把他俩一起给活捉了 苏代用这个故事来提醒赵王 若是燕赵两国打起来 两败俱伤 最后强大的秦国 就能将两国一网打尽 如果没有内奸 而我们内部彼此怀疑斗争 就会元气大伤 让竞争射团获利 有内奸 对手在我们的内部 埋下他们的人 探听我们的一举一动 及时做出反应 阻挠我们朝夕 战国册寒册中记载 有人劝说盲目的自大公输 坐船的时候 如果船漏了 却不知道堵塞漏洞 那么船就会沉掉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一样 如果任由内奸存在 那么就会祸害整个社团联盟 内奸又称作间谍 一般只被间谍情报机构 秘密派遣到对象国或地区 从事以窃密为主的各种非法谍报活动的特工人员 间谍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 采取非法或合法手段 通过秘密或公开途径 窃取情报或是进行破坏活动 以此来使其所效力的一方有利 间谍的历史非常悠久 据左传记载 早在我国下朝时期 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 就出现了一个叫女爱的间谍 这是我国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个间谍 杜明飞又在播放器旁边 勘察了半生 王维尼分析得很对 结合现在的证据来看 我更倾向于有内奸 因为只有熟悉节目流程的内部人士才知道 我们的光盘有两张 一张台上用 一张备用 如果是外部人作祟 一般都只会想到 换掉台上的那张光盘 不会想到连备用光盘也一起换走 现在两张光盘都被换走 说明对方非常了解我们的流程 确切地知道我们的软肋在哪里 冯爽问 那么这个人是谁啊 是知道四公子议会内部决策情况 又能接触到舞台的人 杜明飞说道 也就是说 这人现在就在我们之中 舞台上只剩下杜明飞 黄威妮 冯爽 欧阳霄 月成天和林语言 共六个人 语言 光盘是你负责准备的吧 冯爽率先发难 是我 林语言有些委屈 当我早上一来 就把装着两张光盘的书包 放在了后台 期间 我离开过好一阵子 我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换的 黄威妮皱起眉头 我们开会那天 你也在的吧 我还记得 最后是你负责 打扫了音乐教室 没错 我还发现了 那个紫色信封 林语言 嘟起嘴 可就算知道 你们开会的内容 就能证明 我是内奸了吗 大家都没出声 杜明飞 月成天 连你们都怀疑我 杜明飞 心里敲起了小鼓 本来没多想的她 听黄威妮和冯爽 这么一说 倒还真觉得 林语言有些可疑 而且她知道 林语言有个堂哥 在足球社 听说 开学之后当了副社长 不知道这件事 和今天的事件 有没有什么联系 但这事 还有很多疑团 杜明飞 一时间也无法理清 她总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面对林语言的结问 她思前想后 最后选择了沉默 你们真过分 林语言双眼通红 拿起书包 转身就跑开了 剩下五人 有些尴尬地留在原地 最后还是冯爽 轻轻咳嗽了一声 你们看那边地上 一个紫色信封 躺在地上 拆开之后 里面仍然有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三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月成天 本来心情就不好 现在更是气得 腮帮子都鼓了起来 双神弄鬼的 烦不烦 欧阳萧问 之前的数字都是什么来着 月成天想了想 第一张是七 次日发现的第二张是六 三天之后发现的这张是三 哎呀 别费脑子想这个了 黄威妮指了指不远处 得意洋洋的一群人 正是马拉松社 足球社 网球社的成员们 哼 看他们那嚣张的劲头 我们难道不要反击吗 当然要 望着林语言离开的方向 杜明飞的眉头 皱成了一团疙瘩 而且 还要让他们向我们 赴京请罪呢 战国锦囊 赴京请罪 战国时期 连坡是赵国有名的梁将 他战功赫赫 被赵王败为上卿 令相如屡立其功 也被赵王提升为上卿 且位在连坡之上 连坡对此不服 扬言说 我要是见了他 一定要羞辱他一番 令相如知道后 就有意不与连坡会面 别人以为 令相如害怕连坡 连坡为此很得意 可是令相如却说 我哪里会怕连将军 不过 现在秦国 倒是有点怕我们赵国 这主要是因为 有连将军和我 两个人在 如果我跟他互相攻击 那只能对秦国有意 我之所以避开连将军 是以国事为重 把私人的恩怨丢一边了 这话传到了连坡耳朵里 连坡十分感动 便光着上身 背负金账 来到令相如的家里请罪 他羞愧地对令相如说 我真是一个糊涂人 想不到你这样宽宏大量 两个人终于结成 视同生死的朋友 后来 父亲请罪 便成了一则成语 表示 主动向人认错赎罪 请求责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